1972年美聯社有一位戰地攝影師 在越南拍到了一個九歲的小女孩 光著身體躲避汽油彈攻擊的照片 這張照片後來獲得了普利茲獎 那麼今天晚上十點鐘 公視頻道的紀錄觀點節目 要播出的紀錄片 主角就是這一張照片當中 被汽油彈燒傷的小女孩 1972年的六月 一架南越的飛機 勿將燃燒汽油炸彈 投向南越軍隊和平民 畫面上這位名叫金服的九歲小女孩 全身有一半三度燒傷 逃命時整個臉部極度的驚慌害怕 當時她正好被美聯社的一名戰地攝影師 黃又公給拍下 就在她按下快門的瞬間 同時也解救了金服的生命 黃又公將嚴重燒傷的金服 送往附近的醫院 兩天後照片在全球各大報刊登 引發的宣傳效果使金服能夠在西貢的專科醫院接受治療 她一共歷經十七次重大手術才能存活下來 而出院後的幾年 她總是穿著長袖子 試圖遮住她扭曲成一團的傷疤 在北越贏得戰爭後金服的形象連同這張照片 由越共大方接受作為政治宣傳之用 結婚後她和丈夫移居美國被聯合國任命為和平特使 奔走在世界各地 以自己的經歷 講述和平的意義 這部被汽油彈燒傷的小女孩紀錄片 導演選在當初拍照的原址實地拍攝 內容描述一張舉世 文明的照片由來 以及先前不為人知的故事 希望從這張照片回顧大時代的歷史 以及它改變了所有相關者的人生